望线,继承人守则,第二十集,蓝启仁赤道,胡闹,你是少宗主,怎可一气用事? 魏英指道,爷爷,我陪他跪,这点担当我还是有的。 说完,魏英便一动不动地跪在院子里。 蓝启仁气个半死地指着他,想训斥他,可看着那张脸又很不下心。 蓝启仁在旁劝,宗主,阿县还小,慢慢教导就是了,望基本就是阿则选的,难得两人友情,不如顺了他们的意。 对于管理云深也无甚影响。 蓝启仁心灰一览地道,罢了,是我老头子多管闲事,管不了他们了,随他们去吧,别后悔就行。 第二天,蓝湛便带着魏英去了蓝室禁地节气。 蓝启仁看着天上荡起了一道蓝色灵粒,知道那是蓝湛与魏英节气成功的标志,还是最高的灵魂契约,一旦被弃,神魂消散。 他叹了口气,现在的孩子怎么了? 我就想让他们搞一番事业再成亲,怎么那么难? 蓝溪沉心里吐槽,您那是劝他们搞事业吗? 我只看到了蓝母娘娘您举起大棒打一对苦命渊渊。 三个月后,蓝启仁恨铁不成钢地对蓝溪沉说,溪沉,忘记也太放肆了,不告知一生就带着阿英跑去云游,我看他是不想阿县接仙都的担子,把什么都推给我们。 简直跟当年的阿则一模一样。 蓝溪沉听他话转到蓝泽头上,知道他又想起阿则当年不顾所有人反对所做的抉择,心中抑郁,忙转移话提道,宗主,阿县仍是少年心性,不足以担当先都大任,且也难以扶重。 先都一位由您担任更为合适。 蓝启仁对此也心知肚明,只能叹气道,罢了,我这把老骨头再替他们撑几年。 西晨啊,也苦了你,云深的事物就只能交付于你了。 OF,毒苦苦不如重苦苦,蓝溪沉听了这席话,又想到昨晚蓝忘机找他一事,只得强忍心酸道,无碍,西晨已习惯了,蓝启仁把锅甩出去一大半,心里也舒坦了,终于想起要操心一下老光棍的人生大事,你的婚事如何打算。 蓝溪沉硬道,宗主操心,我已有打算,忘机的前车之剑还摆在那里,让您操心一拨我真成老光棍了。 蓝启仁摸了摸胡须,说道,罢了,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掺和了,你们自己安排吧。 反正一切已尘埃落定,仙门百家暂时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 最近几个月,几大家族势力更迭,快得就像龙卷风,让仙门百家级吃瓜群众都措手不及,金光善在儿子大婚没多久就传出染上急症病逝的消息,由十四岁的小儿子金灵接任宗主,现在金室内部也是一团乱。 好在还有金子轩,金子瑶镇着那些痴妹亡良,金灵的宗主做得还算安稳。 聂氏宗主聂明决因修炼祖传功法反世,如今闭关疗伤,而继任者聂怀桑天性柔和,虽聪慧却不爱争斗,只堪守成。 兰启仁微微一笑道,小世家皆依附大家族,暂且不足为惧。 至于以后的事,谁又能说得清呢? 总归不要让他们成为铁板就行,适当的竞争还是要有的。 兰启仁心领神会,自然。 这时,一个弟子进来报告,宗主,泽吴军,金大公子来了。 兰启仁听了便道,先好好招待,我待会儿过去。 他转头看向兰启仁。 兰启仁点头道,去吧。 兰启仁便向兰启仁告退。 兰启仁看他离开后,慢慢从座位上起来,眼眶湿润自言自语道, 阿泽,父亲不负重托,往后也有脸面去见你了。 金字瑶一见到兰启仁,便急急走过来行了一个大礼,泽吴军。 兰启仁连忙扶住他的手,金公子不必行此大礼。 金字瑶面带感激之色道,若不是兰氏鼎力支持,金灵也无法顺利继任,这是应该的。 兰启仁微微一笑,提议道,九文金是大公子勤技高超, 不知西尘可有幸与君合奏一曲。 金字瑶微微抬头,看向兰西尘,阿瑶荣幸之志。 琴事,一曲谈弊。 金字瑶看着兰西尘,问道,师父,不知我这琴技可有长进。 兰西尘笑道,阿瑶的能力,自是绝佳。 金字瑶听了很是高兴,笑问,那阿瑶的任务奖励。 兰西尘想了想,便道,当年你自见潜伏今世,如今大业已成,你想要什么? 金字瑶笑着,师父,我想要的当年已经说了。 兰西尘挑眉道,那阿瑶以后就不必叫师父了,换我西尘。 金字瑶看着兰西尘,一字一字地念出,西尘。 兰西尘看着他,轻轻汗手。 金字瑶被他鼓励的眼神看着,心跳仿佛快了许多,他提议道,西尘,我们再奏一曲吧。 于是,两人又弹奏起来。 金字瑶一边弹琴,一边回忆起自己给金光扇安排的好戏。 我的好父亲,当年你见色起义,七母亲只是一个无权无视的低阶伞修,便强迫他生下了我,后为了名声,又不认我们母子,逼得我们走投无路。 要不是师父见我们可怜,带回了云身,只怕我早已成了孤魂野鬼。 如今,我送你一群你最喜欢的女人,你高兴吗? 我要感谢你,用你换一个相知相许的爱人,这笔账,我们两清了。 小道上,魏英坐在小苹果上吹着笛子。 蓝湛牵着小苹果一边听着透着欢快的笛音,一边心里庆幸自己所做的决定。 魏英吹完一曲,问道,蓝湛,我们就这么跑了,会不会不太好? 蓝湛,无碍,我已经跟泽吴军说了。 接下来,让我们看看泽吴军的视角。 新婚失职蓝湛正站在院子里,仰着头,不知在想什么。 我心怀好奇地走出去,看蓝湛过来失礼道,师叔。 哇,不愧是蓝湿三千条家闺养出来的仔,失个礼行云流水,真帅。 我忙碍不去洞房的帅师职,忘记,今日刚与阿县完成拜礼,这么晚还出来,是有事吗? 蓝湛道,却有一事求师叔。 师职难得主动开口,我得帮他,有何事师叔能做的。 蓝湛道,如今百家推力先都,我想推荐爷爷,虽然爷爷一直想推选阿县,但他年幼恐难服众。 我刚听到石愣了一下,你说得在理,心里想着,阿县参选成功率的确太低了,如果不推宗主,那被推的就是我算了,还是跟忘记统一战线,让宗主去吧,我得多陪陪阿瑶。 师职立刻满含期待地看着我,那便拜托师叔劝导爷爷了。 看着师职真挚的眼神,我还能说什么,只能点头接下这大任,好。 OS,感觉我被坑了,但我不能说。 蓝湛又道,师叔,我想明天陪阿县下山一趟,这段时间他一直待在云深学习处理事务,难得有机会,我想带他出去走走。 也是,刚成婚不度蜜月,好像太不人道了,我还是同意一下,你们这段时间也辛苦了,如今行了拜礼,也该休息几天。 蓝湛便道,那云深的事物,这就是我被坑的前奏,看师职难以表达的样子,我便主动道,那先交给我处理,你们好好玩。 单纯的我还Weth,忘记既然把仙都扔给了宗主,那我也该投套暴力,帮他几天,我真是好师叔。 师职立即道,多谢师叔,说完便离去了,留下我一人看着空庭,难道是我的错觉吗? 怎么总有点心慌慌,此刻留在云深处理事物的蓝西辰,果然不是错觉,我为妄献爱情付出太多。 魏英转着笛子道,那我就放心了。 只是可惜,蓝湛问,可惜什么? 魏英摇头晃脑道,当初我可是准备了一大堆继承人攻略,谁知,都没用上。 蓝湛听了,却默默想道,我都用上了。 他加快步伐,对微带失落状的魏英道,走了。 魏英好奇问,我们去哪? 蓝湛道,去找司追他们。 魏英,为何? 蓝湛,你不是说你准备的继承人攻略没用上吗? 魏英有些纠结地问,什么意思? 难道你是想,蓝湛肯定了他的猜测,十年后,就要用上司追景仪了,先做准备。 魏英不禁道,可怜的司追景仪,哎哎哎,我说错了,应该是我的夫君好聪明啊。 太聪明了,我喜欢。 蓝湛独白,阿县,师父和我所做一切皆是希望你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,既然你不喜欢被束缚,那我便陪你除奸服弱。 最后的最后,莲花雾,江城背着行李偷偷摸摸往大门走,我要去找魏无县,我真的受不了了。 天天帮他们带娃,吃他们狗粮就算了,金子轩这丝,最近不知道又看了什么画本,天天要给我安排相亲,简直比媒婆还操心我婚姻大事。 肯定吃错药了。 算了,打不过我还躲不了吗? 听说魏无县最近在带蓝旺鸡和小辈夜恋,这才是男人正确的打开方式吗? 快走快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